辽宁大连11名法轮功学员 因为安装收看海外新唐人电视节目的卫星接收器 组称安郭被中共当局入罪 今天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在没有通知辩护律师的情况下 再次非法开庭 10月29号上午8点30分 大连安郭案在中山区法院非法开庭 据家属透露 庭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到庭的情况下 持续了一个小时 当庭没有宣判 案件当事人全部出庭 并当庭表示没有罪 大连安郭案代理律师程海 对新常人记者表示 因为没有接到开庭通知 所有的代理律师都没有去大连 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的前一天 安郭案的七位代理律师曾发出紧急律师函 要求大连中山法院立即停止非法审判 律师们表示 不管当天庭审结果如何 他们一定会上诉 大连安郭案在此之前的几次庭审中 都有辩护律师被中山区法院的警察殴打 2012年7月6号 大连79名安装新唐人卫星节目接收器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其中13名所谓的技术人员被当局非法起诉 新常人记者 田径 李勇采访播导 柔道 将尽下